准备 网友不满 留言酸罵原来是大陆队 想让大陆人就别来台湾 那个影片是在 盐湖城拍的 专注于未来的事情 好好专心的 在你的比赛方面 没有必要去 为了那些事情 然后让自己 模糊掉了原本应该专注的事情 黄玉婷也在脸书发出最新声明 说到移除了影片 因为太多没必要的留言 运动归运动 没有国籍之分 也不想要模糊焦点 你可以不需要帮我加油 但记得帮你想支持的运动员加油 也有人质疑 希望他拿中华队服 给大陆朋友看看 黄玉婷则说 衣服只有一件 给了自己就没比赛服穿了 体育署则说明 这件衣服是黄玉婷 大陆友人赠送 属于友人间的交流 事情发生之后 黄玉婷已经道歉 希望未来选手更谨慎 也专注在训练和比赛上 要拿奖牌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 可是我觉得 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奥运 然后我就是只想要做好 我觉得就是 享受我最后一次的比赛吧 由华冰甜心支撑的黄玉婷 这次是二度挺进冬奥 拿下三个项目的奥运门票 预计在2月7号时出赛 竞技华冰女子1500公尺 13号参赛500公尺 以及最后是17号的1000公尺 全力比赛 希望夺得好成绩 却因为对服意外 引发争议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新的一年就要像老虎一样 站出来就充满大气 祝大家2022 心思像虎一样敏锐 气势像虎一样霸气 祝大家2022 做事情就像猛虎出闸 一出手 成功就到手 快上TVBS官网抢哦